亲手朋友在这样的倒车出库时 是不是总是要把我们的车子推到后面 当我们坐在车内看到A柱夹角和前方障碍物重合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打轮 这样倒车你会发现如果后面道路比较宽 没有障碍物 那么我们也能倒出间 但是如果后方出现障碍物 尤其是在这样的窄路倒车的时候 你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的车头和我们的车尾 就会卡在咱们前面和后面的障碍物之间 特别的尴尬 为什么同样的窄路倒车出库 老司机一把方向盘就能轻松把车倒出去 而新手先怎么倒也倒不了 其实我们倒车出库它也是有方法的 针对不同的道路我给大家总结了四点 新手朋友只要记住这四点以后 相信我你也能做到一把轻松出库 第一个技巧我们记住 当我们的车身和旁边站在物的距离 大以四尺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 那么我们把车辆挂倒挡 往后退 只要我们的后视镜下沿 和后方障碍物底部重回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打轮 这个时候我们是打半圈方向盘 盯住我们的引擎站 把我们的车辆继续往后退 来 当我们感觉我们的这个距离不再变的时候 那么我们把满方向盘往后退 这样我们的这个前面车头脚在不刮蹭到前面的情况下 我们是最大最快程度的把我们的这个头给吊过来 车头不会刮蹭 而且我们的车身也不会刮蹭 第二个距离我们记下 当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物的距离 大于70的时候 我们把车辆往后退 也是盯住我们的后视镜下沿 像现在的后视镜下沿和后方障碍物底部重回了之后 那么我们开始打轮 这个时候我们打一圈方向盘 来大的这个轮廓在上面 然后刮倒挡往后退 这个时候我们看我们的车头脚和前方墙角的这个距离 没有明显的变化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打死方向盘 继续往后退 这样我们也是最大最快的把我们的车掉出来 那么第三个距离 就是当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物的距离 大于1米2的时候 那么我们直接刮倒挡 把车辆往后退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沿地打死方向盘往后退 我们的右侧安全 那么我们左侧车头脚也不会刮蹭到咱们的前方马路鸭子 大家放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往后退 那么第四种 就是我们一到的是咱们这种车身旁的障碍物 是咱们的这种低矮障碍物 这时候我们就要记住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物的距离大于60以上 那么我们沿地打死方向盘 挂倒挡往后退 只要顶住我们的后视镜 我们的后面刮蹭不到 那么我们的这个车轮也不会掉下咱们的这个障碍物 大给放肆大胆的把车往后退 我这个如果有用 记得给我点赞 我一句 我就要不再带他 看起来 我这种车身的车身